得到我們年度歌曲獎的這首 刻在我心裡的名字 這首歌大家也知道 可能在這個作品上 好像有非常多的爭議 但是不管怎麼樣 為什麼他會稱作為年度歌曲獎 因為他對於我們 整個這個經驗度 時下整個譬如說 不管是人們之間 在社會上中的這個影響力 是有的 所以這首歌還是非常好聽的歌曲 所以希望大家還是能夠 用一個欣賞音樂態度 來看看這首歌曲 來一首路廣仲的 開著你心裡的名字送給你 這首歌也是大朋友小朋友 非常喜歡的歌曲 會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這首歌 在線上沒有歌聲之語呢 大家也可以走走看看喔 現在現場的人喔 稍微越來越多了 大家可以好好來共襄盛舉喔 來看看我們這些非常棒的 來自普通現身而不同地方的這個 我們的非常的好農喔 補助的一些農產品送給你 這個天氣非常棒的一個家人 很高興能夠看到現場的方向來 好幾次我告訴我自己 好幾次我告訴我自己 很像任務一乾上光的眼 一邊跟我旁邊的內地 都能夠全面miş 如果有可朝一天 所以我證明的友台 我證明 在某 parity 比如說這下雨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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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回憶 只剩你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忘記了時間這回事 於是話語說了 一次就一輩子 曾晚不跟時間太久 覺得連呼吸都是奢侈 如果有下次我會再愛一次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你藏在相方的位置 要不是這樣我怎麼過一輩子 我住在霓虹的城市 我只會向天旁的地區 你可以遙相 向我為你停止 我收不住 我如果是那輩子 我只會向天旁的心 我只會向天旁的指令 會叫我練習到過去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記的時間正開始 竟然決定人生一次就一輩子 希望讓這世界堅持 想念才不會變得奢侈 如果有下次我會再愛一次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你參在乘風的位置 要不是這樣我怎麼過一輩子 我住在像你的城市 握著飛向天空的鑰匙 你繼續要想 還有我為你解釋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記的時間正開始 既然決定人生一次就一輩子 希望讓這世界堅持 想念才不會變得奢侈 如果有下次我會再愛一次 謝謝 謝謝大家收 喝在我心底的名字 一種非常好聽的歌曲 那這首歌之所以會 從我們連續歌曲講 不其他的傳唱度非常的棒 還有他的旋律非常的優美 希望大家喜歡 剛才帶來幾首比較慢的歌 接下來再把速度稍微調快一點點